为了帮重症弱势的儿童找回被漠视的受教权 光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派遣了爱心辅导老师道府教学 今天光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也带着21位被帮助的学童 以及35伏的画作到淡水渔人码头来展出 希望借由画展让大家看到光点儿童在忍受身体极大的病痛中 透过画作展现出对生命的热忱与渴望 在台湾有许多的重症病童因为必须面对频繁的疗程 忍受疼痛的煎熬 没有办法向其他健康的孩子无忧无虑的到学校上课 因此光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希望能够帮重症弱势的儿童找回被漠视的受教权 派遣了爱心辅导老师道府教学 教学的内容包括绘本导读绘画体验引导病童创作学习 而今天光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也带着21位被帮助的学童 以及35幅画作到淡水渔人码头的工艺空间来展出 展演中小小病童也亲自为他们的画作来做解说 熊还有大象还有蜘蛛还有孔雀 蜘蛛在追我 大象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大所以他躲在书后面 我画这幅画是因为长颈鹿不会跳舞 那我想让他看到长颈鹿的另外一面 所以我画长颈鹿不会跳舞的话 然后这也是动物是观众 据了解这场画展是光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的第99场巡回展出 展场中除了重症儿童的作品展示 更有平时小朋友创作的模拟实际呈现 不但需要有专业护理人员的陪伴 氧气筒以及点滴屏更是待命一旁 由此能够看出来眼前一幅幅的画作都是得来不易的成果 到家里面去就会还是会讲绘本 然后跟他互动 那其实蛮感动的 虽然他肢体不能动 可是他眼神眼睛咕噜咕噜转 有时候听到老师来就笑 或者是一直踢脚踢脚 或者是怎样子 有这样子那不管是老师或者是服务的志工 就会就感到很欣慰 然后觉得说也能够把我们的爱分享出去 也自己得到一些激励 在这次的巡回画展中 不少专职老师以及志工们都到场 为重症儿童来加油打气 也纷纷点起了祈福蜡烛 为病童来祈福 而光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表示 小朋友的生命画作 接下来将会持续在各大校园里巡回展出 希望藉由画展让大家看到光点儿童 在忍受身体极大的病痛中 透过画作所展现出对生命的热情与渴望 记者许端英 廖品涵 淡水 采访报导